经常有人问我 大干皮要用什么来洗澡 因为我们在市面上买这种滋养型的沐浴露呢 里面是要大量的添加合成的复制剂 所以洗完以后皮肤的感觉是假滑的 并不舒服 那我会给这样的人推荐用沐浴油 很多人会说 哎 怎么油还能洗澡呢 不光能洗澡 它跟沐浴液一样 也能够打出丰富的泡沫 这个沐浴油和沐浴液的区别 那么传统的沐浴液是以水为基础 再加表面活性剂 再加一些辅料 而沐浴油呢是用天然的植物油脂为基础 再加表活 再加辅料 所以它就兼具了表活的清洁 跟天然植物油脂带来的滋养 所以洗完澡以后 你会感觉皮肤不像往常那么干涩紧绷 就好像同时用了身体乳一样 那对于这种洗完澡以后 皮肤容易干养的人就非常合适 那我感觉沐浴油呢 我总结了有这么几个特点 特点一呢 因为沐浴油啊没有水 所以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浓缩的洗澡产品 那你只需要用平时沐浴露习惯用量的二分之一 或者三分之二 配合浴球一起也能够打出同样丰富的泡沫 清洁力也够 所以用起来比较节省 第二个特点呢 因为我们把沐浴液里面的水换成了油 大家知道我们通常一般的沐浴露里面 水的含量要占70%左右 所以这就会导致沐浴油的成本高了很多 第三个呢 如果平时你身体习惯用一些防晒 那么你用沐浴油是可以直接一次就清洁掉 不需要额外的再去使用卸妆水或者卸妆油了 那也有一些用过沐浴油的朋友会有个疑问 为什么现在市面上这些沐浴油啊 价格高高低低差别很大 那我们首先要分辨它是不是一款真的沐浴油 你要看它成分表的第一位成分 到底是水还是油 如果是水 那其实就是一款沐浴液 如果是油的话 也要看它用的是什么油 是成本比较低的 大豆油呢像是葵籽油呢 还是一些成本比较高昂的油脂 那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沐浴油呢 用的就是成本比较高的这个葡萄籽油 因为葡萄籽油它除了有滋养皮肤的作用 它的油腻感低 同时含有抗氧化的作用 洗澡洗起来呢 也是一个清香的葡萄香味 这款产品呢 是由强哥自己的团队研发的 已经在橱窗上架了 也是我自己一直在使用的 所以保养身体皮肤从清洁的第一步开始 就是这么简单 别忘了给强哥来个三连